中国往昔继续使劲 大三角绞杀局提诉 美国已接近脑死亡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树军 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 今天论评的主题是 进口浓缩又暴炸 中俄一大三角绞杀局提诉 美国的担忧成为现实 6月26号又有好消息 这一天哈萨克斯坦国家铁路公司新闻处宣布 中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个国家 有意建立集装箱运输的统一数的平台 以优化连同三国线路的货运运输流程 这是个大好事 而且影响很大 中俄建立集装箱运输的统一数的平台 表面上是加强了三个国家的运输效率 实际上是四个国家 为什么呢 哈萨克斯坦的地理位置很重要 尤其是对中俄一大三角联盟来说 是类似中转战的存在 中国俄罗斯运输到哈萨克斯坦的货物 可以通过海运方式直接运送到伊朗的离海港口 所以这件事优化的 其实是四个国家的货物运输效率 西方对哈萨克斯坦也非常重视 所以最近这几年 我们经常能看到西方某国领导人 吐发哈萨克斯坦的消息 最新消息 8月份岸田文雄也要访问哈萨克斯坦 可见西方对拉拢中俄一辅地的国家仍不死心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中俄一要加快连同效率 中国加速向西政策 为中俄一大三角绞杀局疯狂提出的原因了 另外根据我国统计部门数据 今年5月份咱们从俄罗斯进口的龙缩幼暴涨 4月份只有6800万美元 但是5月份达到了2.315亿美元 涨到了前一个月的三倍多 更有意思的是 5月13日拜登正式签出法案 正式禁止进口俄罗斯龙缩幼 美国禁止进口 中国进口暴涨正好互补 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油农色服务商和唯一的高风度低浓缩幼供应商 同时也是美国最大的油农色服务进口来源国 在2022年 俄罗斯的浓缩幼占据了美国近四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低风度的浓缩油主要用来给核电站发电 高风度的浓缩油 尤其是风度达到90%以上的 基本就是核武器的用途了 美国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呢 禁掉俄罗斯顿浓缩油后 兜兜转转 最后得从中国进口浓缩油 目前来看 这个担忧很可能成为现实 当然 美国现在接近脑死亡 也没工夫操心这个事情 美国东部时间6月27日晚9点 美国大选首场辩论赛正式开始 81岁的拜登和78岁的特朗普再次上演正面对决 从拜登政府最近的政绩以及军事外交成果来看 特朗普这次的发挥空间非常大 从俄乌到巴以 再到美国内部的民生经济移民问题 都能成为攻击拜登的武器 拜登恐怕也有点焦头烂额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场辩论赛只是开始 它标志着美国两党斗争正式进入了白热化 按照正常流程走下去 拜登赢面很小 所以民主党大概率会采取一些不光彩的手段 小手段赢不了就选举舞弊 选票造假 还不行 那就物理消灭 所以接下来美国的内斗会非常激烈 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一边是针对美国的绞杀疯狂提出 一边是内部斗争的彻底计划 美国的全球第一还能维持多久呢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